藉由布施 与大众结善缘 感召善果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 养生资源缺乏 很多的众生为养活设身而大声烦恼 我们修复的人必须救济贫苦 用恭敬 诚恳的心施舍饮食给众生 让他们能够得到安乐 而我们可以得到无尽的功德和无种福报 包括有言 无言 六道的一切的众生都可以得到利益 由此实际的功德 让他们都可以得到利益 然而慈善最主要不只说我们只是做三宝共生的事情 最主要我们也是救助一些贫苦的人家 因为社会上一些中下阶层 他也是很苦 也邀请我们美容一些中下的一些贫困的人家来这边受贡 我们也记住一些物资给他 当然我们就是用虔诚的心最好的一个物资来供养他们 布施就是以慈悲的善念做种种的好事 善事跟亲近的事 与众生结好缘 善缘与亲近缘 自然能够感召善果 亲近果 离苦得热 至于布施的对象 也不分贫富贵贱 六道众生皆是可以布施的对象 史方新闻鬼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